解尿支援体是怎么感染上的 主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旭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解尿支援体怎么感染上的 一般来说解尿支援体最常见的就是性生活感染 不接性生活感染 如果你的性半里有解尿支援体的一些感染 那么你通过性生活了以后就可能传染到你身上来 那么解尿支援体感染 另外其他的原因的话 比如说我们一些不接的一些毛巾 还有等等一些卫生间的一些马桶上 马桶盖的接触也可能作为传播的途径 但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一般来说都是不接性生活引起的 那么我可能更要多谈的是解尿支援体的治疗了 首先我们不要太过于的紧张 很多患者解尿支援体长期的阳性特别的紧张 紧张之间的治疗并不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了 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大环类的抗生素码 常见的我们四环素类的药物 红梅素 阿奇梅素都能起到很小的一个结果 有些患者的治疗疗生过程还不转移 没关系 等一段时间再看看 很多患者在治疗疗生满了以后仍然趁阳性 不要紧张 可以再加一个疗生 或者说观察一段时间 它对人体的影响不会特别的大